画之镜有二 有造化 有神话 其实大家也不要感觉看见这一个画字感觉很神奇 其实他一点都不神奇 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好我是老刘 今天能跟大家聊一下 对于初学者来说 你学权之前一定要注意的几个点 其实也是陈欣在写动作之前 算是总结的几个点 我感觉挺有用 所以今天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一共十二个点 对 其中有几个点 我是结合在一起想跟大家聊 好 那在开始之前 想的先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我感觉我挺认同的一句话 就是一个人 他如果能做成一件事情 那么他做其他的事情 也不会太差 对 其实我看到这一句话之后 我就感觉挺认同的 所以说先提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感觉这句话也是 对于那个一事无成的 这句话的一个那个解释吧 算是挺好的 挺好的 好 那我们开始 那个第一个点 就是身 身体的身 身 全之一意 虽是小道 然未尝不可 即以小 以见大 就是说在你初学的时候 你自己的一个身体 是最直观 最具有表现的一种方式吧 算是 这个东西也是比较容易学 比较容易练的 所以陈欣就接下来说了一句话 叫做 能循规蹈矩 不忘生知己 自然合拍 就是说在你一开始学权的时候 你尽量的把权架里面对架子的所有要求 所有的规矩尽量往身上扳 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就行了 一开始学权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想着一开始就 那个自创武功 就是说你不要有过多的想法 那个是等你成熟之后要干的事情 一开始学权的时候 尽量的要做到循规蹈矩 不忘生知己 好吧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啊 就是心 其实这个心跟第三点的那个意 我是想着结合在一起 跟大家聊 其实说到心和意 大家想没想到 我之前聊过一个内三合跟外三合 就是说我们说内三合的时候 提到过一个心与意合 对不对 我们说心 它是指的是外在操控的 一个动作 它是外在的一个表现形式 就是心在胎拳里面 它就指你的架子 就是说你打这套拳 用不用心 直观的就能从你这个外形架子上 看得出来 意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活动 对不对 我们的意识活动是要去操控 你自己内在的一个进入走向 那个是意 操控你的内在 心操控你的外在 观还不循规蹈矩 非观还之果 时心之过也 这个能明白吗 就是说你四肢不听话的话 不是你的四肢的问题 而是你的心没有做到位 其实有很多人 他一开始学权的时候 他就算是心里想着要做到位 做到位 但是他肢体就是不协调 那个东西也是要慢慢练的 那个就没有办法了 好吧 意发于心 传于手 极有意志 极有神情 其实我现在说的这个心和意 跟前面的第一点 就是身有直接的关系 大家感觉到没有 就是说你心和意 跟身体的外在表现 它是基本上就是一体的 外在表现是别人可以看得出来 意只有你自己可以感觉到 你想什么 别人不可能知道 你在想什么 对不对 好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志 心之所向 为之志 其实我感觉 他也是让你先定一个目标 在这个地方 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拿我自己举例 我是比较喜欢 练权的时候 给自己定一个 稍微高一点的目标 不是说这个目标 我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是很容易实现的 不过要经历一点困难 算是 我也是比较提倡大家 去给自己定一个 稍微高一点的目标 就是说你如果说 你练这个拳 就是为了强身健体 那么你可以把目标定为 我练这个拳 一定要把发劲打出来 对不对 你怎么样能够把发劲打出来呢 那你首先要做到强身健体 对不对 我感觉这个东西 就可以在你 不知不觉间达到你的目标 而且或许可以高于你 一开始定的那个目标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好 这个是第三点 第四点 就是横 说白了 其实就是一个坚持的问题 我感觉现在这个时代 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练武术 好歹 它还是一个正经的职业 现在练武术 也是一个正经的职业 不过没有以前的比重大了 但是呢 如果说现在在一个 这个环境里面 你想坚持下去做一件事 我感觉最主要的一个点 就是你的兴趣有多大 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吧 算是 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的支撑 你很难一直坚持下去 不过我平时玩玩啊 断了断了身体也是可以的 也是够的 这个很就是对于真正想要把这个全练好 一直想做一个老师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还是要坚持下去 对坚持下去 这个是第四点 第五点就是招啊 其实我感觉陈欣在写这个招的时候 我感觉他还有一点那种孤单吧 但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慨 一种孤单吧 但是自古圣人有文士者必有五倍 但文士皆有成书 经时子及无所不备 至于五倍则略而不言 自皇帝尤顺 以至唐宋元明总容积者 虽名著有兵书 然不过步伐指其耳 至打权皆位之机 然后接下来他还有啊 这个我就不读了好吧 有兴趣说可以去看一下 从他的字里行间里面 大家能不能感觉到 陈欣的那种感慨 一种孤独吧 算是我感觉了 好 他后面啊 又举了懒扎一这一个例子 我感觉他也是 没有办法想着把这一个字 给大家解释清楚 他好像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才硬生生的把这个懒扎一又举了一遍例子 然后告诉大家 他也煞费苦心啊 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 我感觉是真的很感慨 就是说孟子曰能与人规矩 不能使人巧 就是说他也是没有办法吧 他感觉就是这个东西 我感觉不管是学什么东西 最好的东西最好的还是言传身教对不对 不过呢 在这个地方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对于初学的来说 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就行了 就是你打传的时候 外面是何形象 里边是何进气 要从心坎中细细过去 此招之下与下招之上 辖缝中如何成上如何起下 使而一招自成一招 继而一气贯通 千百招如一招矣 这个东西也是我经常跟大家聊的 就是那个你打一套拳 千万不要断尽 就是成上其下 就是这个动作的最后一个动作 就是下一个动作的开始动作 就这么回事 大家初学的时候 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一点 好吧 第六点就是理 其实我感觉 陈欣这本书 它并不适合初学者朋友们 去研究去看 我刚刚也说了 最好的办法 学权就是言传身教 带你入门 因为他这本书里面 前面一部分 他只告诉了你一个目标吧 算是 他并没有给你说具体的操作方法 等到后面有那些操作方法的时候 我感觉 他就算是把这些操作方法 给到一个小白手里面 他让他自己去细细琢磨 你感觉他得用多长时间 才能把这些东西琢磨头 而且还要有多大的一个兴趣吧 算是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本书算是一种 学完全之后 想要提高自己的一个工具吧 算是 其实这个地方说的这个理啊 就是说你在学权之前 一定要先看一下 在脑子里面有一个印象吧 算是 并不是说你一看就能看懂 如果说你一看就能看懂 那你厉害了 就是说一开始练拳的时候 你先知道就行 你知道了之后 你再结合你去练拳 然后你练完拳之后再返回来 就是说两相结合着去练拳 这个样子有助于你提高 如果说你一直练拳不看书的话 那个理论缺乏 那你对这个拳理解的也不够深啊 不够深 我这么感觉的哈 好 那下一点 第七点了是吧 就是 气 气 何为气 即天行见一个形字 天体至见而所以行 此见者 气也 其实当时我们聊拳的时候 我是跟大家聊过这个气的 对不对 就是在拳架里面 这个气应该怎么体现 我说 你就尽量的用你最小的力气 把你的胳膊支撑起来 那就是再用你的气 那个不是用的力 其实他也是用力 我说过哈 就是用力是绝对的 不用力是相对的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概念 好吧 今天呢 就带大家深挖一下这个气哈 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凡是练武术的人 都应该是知道一个东西 叫做精气神 对不对 其实不光是练武术的 什么舞蹈啊 什么乱七八糟了 应该都讲究这个东西 就是精气神 我们说一个人有气场啊 他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我感觉他就是表现在一个人的自信 谦虚 那个带人接舞的一些表现上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很多人他都是 就是好比说两个人在一起 有很多人你一看见他 你就知道他跟你不是一路人 很多人就是你第一面看见他 你就感觉你们两个很投缘吧 算是怎么样怎么样吧 就是就是一种引导吧 算是有很多人说那个一个物理学上的一个东西 叫做磁场 其实我是不懂这个东西啊 这个我先说到这儿 不过啊 在我们太极拳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做中气 对不对 什么 禅思者啊 运中气之法门也不明此不明权嘛 对不对 我们也提到过这个中气 但陈欣说这个中气啊 他就是说 让你一在外形架子上啊 遵守规矩 这是第一点 一定要让你遵守规矩 什么是规矩呢 到底 就是说你的手大拇指不过中线 不让你过中线 你就不要过中线 这个就是规矩 你的两只脚 让你前腰掌内侧吃进 你就前腰掌内侧吃进 这个就是规矩 这些小细节 所有的东西都是规矩啊 这些规矩 让你在外形动作上 把规矩做到位 这个是第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在你的意识形态上 就是说在你的意识里面 脑子里面 你把这些里面所要操作的东西 做到位 这个就是中气 这个就是中气 就是说在你练拳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就安安心心的养你的拳就行了 就是中气 这个是我理解的中气啊 不过这个气 还有一层意思 不过陈欣在这本书上 说这个气血的气 就是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气血的气的时候 他也是不敢确定 所以说他最后一句话提到了 以上所辨 未知是否 以四高明者指正 对 他其实也不敢很确定 但是他也写了 这个东西我就不跟大家读了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 我感觉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就是叫做气血里面的气 这个四呢 我也是查了一下Google 然后他说是等待的意思 就是等待有高明指点 我也是等待有高明指点吧 好吧 好接下来到第九点第十点了 我是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了 因为这两个东西 他都是在说我们练拳时候的一种状态 结合在一起 有编于大家理解 就是第九点和第十点是情和景 就是他说是人与人交往 是人情 那个文笔一扬顿错 是文情 打拳呢 是欲扬先义 是一种情质 全无情质 如木偶人一般 至于与人交手 断不可看人情 一看人情 则人以无情加我已 对不对 他说的已经这么明白了 所以说我感觉这一话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对不对 好 他下一句还说 就是问何以打出景致 使则尊乎规矩 既而化乎规矩 终而神乎规矩 就是说让你里面有情 外面有景 之后一种表现形式 就是让你在打拳的时候的一种状态 就要内外结合 内外结合 至于这个神啊 我接下来要聊的这个神 他有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其实就是说第十一点 这个神 其实这个东西 大家知不知道 说一个人打拳 神气不足 他主要是体现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说一个人说你打拳神气不足 那么肯定是从你眼神里面出来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一身的精神 只要是靠眼神去发出去的吧 就打拳的时候 就打拳的时候 说一个人神气很足 神气不足 都是从眼神看出来的 如果说一个人打拳没有精神呢 那肯定是从他的外形自体动作上看出来的 怎么样才能体现出来一个人打拳没有精神 那么就是从两只手上找原因 我们练拳的时候说过 两只手的中指尖一定要立起来 对不对 立起来之后把掌根露出来 这个样子往前催之后 走这个拳 打拳的时候 你两只手千万不要软啪啪的 这个样子走 这个样子走 一点精神都没有 这个东西就说你打拳没有精神 大抵上下四旁 某处当令 则眼神助于某处 此是大规矩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东西啊 是跟上面我刚刚说的那两点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说你打拳 内有情外有景 而且还要就是那个神气不足 就是指你的眼神 就是要有神气 要有精神 就是说你打拳的时候一种状态 第九点 第十点 第十一点 我感觉都是在一起的 说的都同一件事情 好吧 好 最后一点啊 他说了一个非常牛逼的字 就是画 画镜的画 画之镜有二 有造化 有神话 其实大家也不要感觉 看见这一个画字 感觉很神奇啊 其实他一点都不神奇 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不管陈欣在这本书上 说什么话呀 也好 神呀 也好 他最终都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一千到一万啊 都是在说一个熟练程度的问题 大家能明白吗 就是熟练程度 打拳熟而又熟 无形即可逆 如果说大家不能接受的话 我就跟大家打一个 大家能接受的一个例子吧 算是我感觉这个例子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 我 我楼下 有一个拉面管 对 拉面 兰州拉面 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 就是拉面管 然后呢 拉面的师傅 我就在那看他拉面这些动作 然后他的那些熟练程度 都已经很赏心悦目了 大家能知道吗 如果说 那个画字 可以用在某任何一个行业的话 我感觉那位拉面师傅 就已经拉着那个面出神入化了 所以说就是熟练程度啊 其实大家也不要感觉 一听到什么神啊 话呀 这些字就感觉很神奇 就想到那个电视里面的那个降龙十八掌 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回事啊 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指你的一个熟练程度啊 这个是最后一点 好 今天啊 我是啰里巴索 说了那么多 我也是希望跟初学者 铺一点道路 我真的是用尽了全力 在帮你们收集资料 好吧 能接受也好 不能接受也好 反正就是看个人意愿了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